人类对这个世界究竟了解多少 你能看到多少 你能听到多少 你能感知到多少 夜晚当你凝望夜空的时候 你能看到哪些星星 你能看到星星以外的哪些暗物质 也许它的背后深藏着生命起源的秘密 深藏着星际穿越的秘密 但这一切你永远无法通过肉眼准确地了解到真相 了解到宇宙的真理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陈宏达 刚刚我们所看到的画面 是我国的科学家经过探测传回的照片 想要拍好这些照片 就需要一台特殊的相机来协助我们拍摄宇宙星空 今天我将带大家去了解一种搭载了 高灵敏成像技术的特种相机 一起来开启今天的宇宙探米之旅吧 这是一台搭载了高灵敏成像相机的望远镜 具有高灵敏低照度探测能力 能拍摄到几百光年外的星云 恒星 银河 流星雨等星体和天象 是人们观测神秘星空 浩瀚宇宙的新窗口 这是猎户座星座是吧 对 它就是猎户座星座 猎户座星座实际上距离我们已经很远了 但是我们可以用高灵敏成像的办法 把它呈现在我们面前 从猎户座的名字上来看 真的可以想象到 它好像是一个拿着武器的猎人正在准备搏斗 原来这台望远镜的内部 包含一台高灵敏成像相机 相机的内部采用大象源尺寸 被照SCMOS图像传感器 是一种专门用于拍摄宇宙星空 生命科学 海洋生物 海底资源 微观探测的图像传感器 我们不单可以通过高灵敏相机来观看自己喜欢的星星 还能够追踪它的运动轨迹 是这样吗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相机不仅能对星空进行成像 还内部集成了深度学习技术 我们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下 结合我们的自动的旋转功能就可以对这颗目标长时间的追踪 使得你一直可以观看你想要的星星了 高灵敏度成像相机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探索太空和世界 还让我们对于暗弱物质的探索研究有了重大突破 相信在未来随着科学家们的辛勤付出和中国工业的迅速崛起 我们在研究生命科学 探索宇宙奥秘等方面 会有更多惊人的成果 放心无止境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5G智能头盔 我是一个消防员头盔 消防员的使命是守护人民的安全 救人民于水火 而我的使命是保护战斗中的他们 大大 大 发现一处冥火 做好自身防护 迅速扑面冥火 展示科技新创意 新产品 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伊斯 在刚才的演练当中 我们消防员并没有使用对讲机 就完成了与指挥员的对话 你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吗 答案就是我手上这一款5G智能头盔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这顶头盔外壳采用波线改性增强复合材料 阻燃性高 抗刺穿 将危险系数降低 此款头盔是一盔一号 专人专用的 当前处于在线模式 用户一天天 指挥中心和消防员可以通过头盔内部的内置扬声器 进行远程沟通 实时了解现场状况 从而部署救援方案 头盔内置AI降噪功能 即使在95分贝的嘈杂环境下 也可以正常语音通话 能听得到吗 回报下场情况 可以听到正在实施救援 头盔的画面是通过红外热成像和可见光摄像头拍摄 在由AR眼镜所呈现 在浓烟或光照不够的情况下 支持拍摄后零下20摄氏度至550摄氏度范围内的中心点测温 便于在行动过程中快速定位被困人员 且避开高温易燃的环境 头盔内置语音助手 消防员在救援作业中 可以通过语音命令实现头盔的相应功能 灵同灵同 打开证明 操作成功 它还拥有北斗智能定位功能 在后台可以实时看到消防员的位置和运动轨迹 我们这款智能消防头盔有着这么多的功能 那如果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某一项功能出现了故障 该怎么办呢 这个不用担心 我们这款头盔可以通过后台进行状态监测 会有正常 故障 送检三种状态 并且头盔在开机时会有自检的语音播报内容 系统开机 摄像头已长 从而保证每个消防员佩戴的头盔是有保障的 岁月静好的万千家庭下 是最美逆行者们负重前行 幸亏有它 让科技充满温度 为生命安全提供更多保障 希望我们的科技手段 可以守护每一位消防员 平安归来 放心无止境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 时尚新科技 架空式续模粮仓 你今天吃饭了吗 你知道每天吃的粮食 最初是被储存在哪里吗 粮食又是如何储备的呢 其中又蕴含了哪些科学技术呢 中国的粮食储备能力到底有多强呢 这是科技新创意 新产品 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高雅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拥有12786.19万公顷耕地 以世界7%的耕地 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老百姓逐渐从吃得饱 转向吃得好 这就对粮食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那么先前粮仓又借助了哪些高科技力量呢 接下来我们去一探究竟 这是由我国最新研发试点建设的粮食储备舱 由四座全舱建筑组成 是全球首个架空粮食气模舱 每座气模舱体直径23米 高36.1米 单舱就能储量7500吨 可以满足7万人一年的口粮 从舱外看 气模舱白白胖胖的 外形与浅源舱相似 不仅颜值极高 还充满了科技感 据说有了它 不仅可以减少粮食储存过程中的虫没危害 降低储量损耗 还能保鲜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眼前这四座粮食气模舱 是由PVDF模防水层 居然之保温层 钢筋混凝土结构层 共三层结构组层 这种粮食储备新章形式 具有两星 三好一滴的特点 最终可以实现 粮食储备期间 粮情稳定可控 保持保鲜 节能减损的目的 粮仓内部 有厚厚的聚氨值保温层 就像是一层大棉被 确保其良好的保温格热性 粮仓外包覆高强度PVDF模材 像是一件洁白亮丽的外衣 既反射了大部分太阳辐射 降低仓温 又起到良好的密闭和防水作用 保温格热性和气密性指标 大大优于传统粮仓 目前 四座气膜仓的土建和基础安装工程已经完成 第一批粮食将会入住到我们的气膜仓内 在四座大白的守护下 安稳储存 汤饮食才能天下安 保证粮食的品质与新鲜度 让百姓吃上放心粮 要坚持科技赋能绿色储粮 而粮食气膜仓的建成 不仅对国家实现绿色低温储粮 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还实现了我国第四代 储粮仓型的完美叠变 感谢观看